大家好,这里是被电镀机迷惑了双眼的月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万代Metal Robot魂浮晓高达的开箱 这款高达模型大概是两个月前发售的 由于各种原因拖到现在才开箱 那不多说了,一起来看看吧 盒子本身并不大,30厘米长,20厘米宽 左上角是Metal Robot魂的logo,还有魂商店的logo 右边写了产品的具体名称 Atatsuki Gundam Owash Unit 辅小高达大旧装备 背面是日语名称 拆开就是产品的盒子了 很酷的黑金配色 正面是宣传图,反面有一些详细信息 机关和变形主要是武器装备方面的 电镀和金属压柱相关的说明 打开里面有高达本体、配件、底座和说明书 东西确实不多啊 不知道是MR魂这个系列的问题还是我中奖了 个人感觉这支扶小的制作还是不够精致 比如在安装盾牌时 我和闺蜜试了很多次 总是一侧装好另一侧就会掉 裙甲也是很松动,容易脱落 大旧装备在包装盒里呈现的是飞机的形态 可以进行变形,安装在高达上 装上大旧,气场马上就不一样了呀 动画里浮小还有一个用于太空的装备 不知火 也许财团币未来也会推出吧 浮小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八指镜装甲了 全身金色,光束攻击无效 这款模型利用电镀来还原金色装甲的设计 可以说是很到位 模型以大面积金色为主 少亮灰色和红色 镜面效果很好 一不小心就会留下指纹 仔细看的话 肩膀,胸前,裙甲,翅膀都有一些细节 但是和MB相比 整体感觉还是有点粗糙 那价格摆在这 可动很好 凹造型完全没有问题 完成后还是非常漂亮的 电镀金果然好看 小瑕疵救人了吧 前段时间我开箱的万代超合金GFFMC凤凰 也是一台金色机体 可惜这个FIX凤凰不是电镀 两个放在一起价格也相对接近 很明显凤凰颜色上输了呀 那这两个你选哪一个 就机体而言显然更加喜欢凤凰 但这颜色太实了 史黄史黄 尤其和阿盖斯基放在一起的时候 太难抉择了 你选哪个 小孩才做选择了吗 呵呵 这支浮小高达除了给我感觉不够精致 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高达橱柜大部分是1比60的PG 1比100的MB或FIX 浮小放进去尺寸小一点又有点难受 打开收藏柜的灯光看在好看的份上就这样吧 毕竟浮小的模型也不多 电镀又这么好看 至于凤凰 我还是很喜欢独角兽的 所以我也要把PG凤凰给拼了 我是月生 之后会和大家分享PG凤凰的拼装体验 下次再见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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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